在殷商的中晚期 东亚大陆大中原概念的办公里 围绕着有宗庙的都议组成的 城邦联合体多达800多个 大面积的自由的市场交易 积极的对外扩展的征战 为殷商时代的这片东亚大陆 带来了科技文明的巨大进行 也带来了经济财富的巨大烦恼 作为经济中心 商朝王室的财富规模是惊人的 1976年考古学家挖掘了富豪的墓葬 一次性发掘的隋葬品 就有七冬契468件 玉契755件 古契564件 海贝6800多名 你不要以为这仅仅是王室的奢侈 因为同样是王室墓葬 周朝800年到现在发掘的15座完好的王室墓 一共才出土了300年 注意 周王朝可并不都是勤俭的军 800年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富豪墓反映了殷商社会的富足成立 是此后800年历代中原王室 都很难忘记一下 有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 殷商文明在高潮来临时有多挥霍 1939年 考古学家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的武关村 出土了一件起今为止最能体现 殷商青铜文明制高点的大小青铜器 它的名字叫做 商后蒙木 这座顶高1.33米 重832.84公斤 是迄今为止 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体量最大 最重的青铜器 顶身四周的盘龙文 抛贴文竹非常轻强 但最为惊人的是 它的气身与四周 这么大的体量和重量 竟然是一次性整体铸造 这件事有多难 首先作为青铜合金作品 厚姆屋顶的含铜量为84.77% 含锡量为11.64% 含铅量为2.79% 这一合金比例 在熔点 硬度 抵抗锈尸等方面的把握度高度成熟 400年后 依然是战国时期成熟的 烤工技合金配比的标准 考古发现阴商同时期的钢锅 每支每次大约能熔炼青铜12公斤 一次性胶筑800多公斤青铜熔跃 需要超过80个钢锅 同时升温到1200个 而且每支钢锅 三种合金比例都是均衡一致的 这就至少需要300名工匠 在超高温的环境下同步协作 这就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事情 它更体现了分工的细致 组织的严密 但是更惊人的消息是 后来在安阳出土的模具阵里 商王自己使用的九顶 比后母墓的这支钉还要大得多 可见商朝晚期青铜工厂的规模相当大 工艺水平非常高 从科学技术 设计艺术 沟通协同 精确管理等各个方面 都体现了中原社会整体的文明水平